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30日 今天又是星期五 這個後日 就是 這個 新的一年 我們看到現在全世界 可以說面臨一個很大危機 我們現在看上去越來越危險 因為習近平 似乎是想向全世界波動 而這次 甚至乎可能情況 比八國聯軍更壞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他是向整個西方世界挑戰 比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當時也是向十一國宣戰 這次他是向全世界宣戰 我們之前曾經分析過 大陸的疫情 不可能是突然爆發的 那種增長 比拜登曲線更厲害 你不可能突然飆上去 所有人都中了 估計 他是有心放毒 而他放毒的目標是所有人 即是說他們要減少中國的人口 當然以老齡人為主 因為病毒是經過設計的 對於一些長期病患的人 對於國家造成財政負擔的人 他們率先消滅 但是 令到他最想不到的是年輕人都中招 因為最近社科院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等等 高等學府 亦都有一些 三四十歲的教授中招 而解放軍 亦都是 大規模的中招 我們知道除了解放軍 公安武警 國安國保全部都中招 有一間公安局 他們說只有兩個人上班 整個公安局 幾十人 只有兩個人上班 其他人在家裏已經典藏典藏 這件事 可以說他是中共 那種放毒的失算 我們現在看看中共想做甚麼呢 加上他那個閉關所覺 我們說了一節 他任命高牆 這個二打六學者 做這個 社科院 社科院 社科院的院長建木黨委書記 接下來中國很大機會 實行閉關所覺 好了 我們在想 又要出去放毒 又要閉關所覺 那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實際上 他是預料 全世界會封殺他 他 就是要 向全世界波動 讓你們死多一點 讓你們 一決不爭 他自己關門 覺得會沒事 然後等他重開的時候 你們死了啦 這個 算盤 能不能打響呢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麼當然 現在中共的行為 就好像當年的細菌部隊一樣 其實他的行為跟日軍侵略中國是一樣的 因為 日軍知道中國那麼多人 單憑他們的軍隊 沒辦法將中國人全部消滅 他只能夠透過一些超限戰 那麼超限戰其實做的就是恐怖主義 正在做的事 例如911 拿著兩架飛機 消滅了人家 很多人 很多人 殺了很多人 他只是付出幾個劫機者 中國又如何參考731部隊呢 當時他們就是用細菌戰 去 打擊 細菌戰有發動的 在浙江一帶有發動 在寧波 在很多地方 造成 很大的人命傷亡 死了幾千人 中共現在 在做的方法 首先 先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也跟大家分析過 因為中國的老齡化問題 他的 一孩政策 造成老齡化加劇 現在人們不肯生 如果不死那些老人 其實他們的退休金 那個制度 根本就爆煲了 我們跟大家說過的數據 到了2019年 因為2020年沒有再公佈 截至2019年 全國 那個 退休金的規空 是到了2萬億 2018年是16,000多億 2017年是15,000多億 一直爆炸性增長上去 到了 2020年數據 不敢公佈 因為太嚴重了 2122 一樣是沒有公佈這個數據 究竟貼了多少錢 不知道 數字一定大 他們負擔不了 所以消滅老齡人 利用這個病毒 其實我覺得絕對有可能 不要低估共產黨 那種 人渣程度 他們是甚麼都可以做得出的 圍長春 自己的老百姓來的 餓死你 讓你的軍民投降 要不就互相吃 然後在 廣西人吃人 這個韋國稱主政年代 在廣西人吃人 大家想一下 這些正常的政權是不會做得出的 他們會做得出 好了 我們再說回現在 他的部署是甚麼呢 他真是深信 這場 細菌戰可以激跨西方世界 其實當時 發展細菌戰 鄧小平年代已經有說 但是他們是備用 一直都不敢做 曾經聽過一個傳言 就是說 日關的731部隊 是被二野接管了之後 其實整個東北被林彪接管了 因為蘇聯把所有的交給他 當然蘇聯的專家拿了一些東西走 而他們 就把那些技術人員 當然是接收了 大家知不知道 中共的二野 林彪為甚麼會突然那麼好打呢 他在 46年 46、47年的時候 被孫林人打到一招一招 當年就是因為 一個人 馬歇爾 他就同情中共 中共也是想建立民主體制 你們這些人 獨裁者 蔣介石 如果你不停戰 我就要求美國 向你禁運 最終美國真的禁運 要求蔣介石 停手不要再打 結果就放生了林彪 當時林彪打到蘇聯 躲進蘇聯 最終 美國向中國實施禁運 不允許彈藥武器金錢 結果他們 迫著停手 放生了林彪 林彪之後 得到蘇聯的幫助 把所有日軍的武器交給他 當然包括731部隊 還有 美國 援助蘇聯打 納稅 大量的資金 有部分轉交給中共 資金 武器 子彈 先進的武器 結果林彪的二野 一時間 好像 穿了 穿了 Iron Man那套鐵甲的人 你說是不是無敵呢 本身就是被人打得慘了 突然間 被一套裝甲就贏了 結果橫掃中國 所有的人都不夠他打 原因是 有最先進的日軍 以及美軍武器 哪有夠他打 這個就是國民黨輸的原因 整個 二野 裏面有多少個 日軍 當時據統計 有18萬 18萬6千 18萬多的 日本 東北軍 加入了林彪的二野 幫共產黨打江山 國民黨也有 國民黨也有 日軍的航兵 加入了 國民軍 參與打仗 雙方也有用日軍 這個要說是高評一點 但是 林彪接收了 大量的日軍 加入了他們的八路軍解放軍 你覺得731部隊怎麼處置呢 當然是留下來備用 據說這個我沒有辦法證實的 有一個傳言就是 731部隊後來搬到廣州 因為當時 廣州的醫學技術各方面都比較先進 這個就是 傳聞來的未經證實 但是肯定 731部隊 留在中國 是被中國共產黨為所用 結果 到了鄧小平年代 鄧小平曾經說過 要跟美國打 正常的戰爭 打核戰也沒有得贏 美國多了你很多 我們只能夠一件事可以贏 就是生化戰 細菌戰 現在中共很明顯就是 向全世界發動一場生化襲擊 細菌戰 我們看到歐美國家的反應 美國就說要做核酸 意大利就說要做核酸 但是歐洲議會不同意 認為沒有這樣的必要 剛剛才開放 我們經濟不好 因為很多歐洲國家 他們還沒有死過 還沒有經歷過 意大利深受其害 所以他們一時間有反應 其他國家也躺在臨上 其實 這個教訓 我認為 接下來會很慘 歐洲 會經歷一個很嚴重的大爆發 甚至乎 死傷無數 才可能他們 政府會驚醒 也可能最終 會導致 他們真的要向中國宣戰 你擺在這裏明白 真的要害我們 但是 現在的 歐洲政府 那麼緊張 全部都行雖正主義 主要想跟大陸做生意 跟大陸賺錢 他們完全完全不知道大陸人 或者中國政府 就是想 消滅他們 是想吃掉他們 他們這班人很單純 可能 西方的白人 從來都是有火善良的心 覺得不會的 哪有那麼邪惡的 人類也不會那麼邪惡的 沒可能的 他們不知道 共產黨 其實比 納粹更加邪惡 講殺人 講手段 講陰險 共產黨的手段 絕對比納粹更加壞 包括蘇聯共產黨其實是壞的納粹 卡廷大屠殺 把波蘭兩萬個精英軍官全部坑殺在森林裏面 大屠殺 他們結果就賴了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被冤枉 你想想 納粹德國也被冤枉 你可以看得出這個政權 這個共產主義是多邪惡的 結果 去到 戈爾巴喬夫年代才解禁 才如夢初醒 原來我們怪罪了納粹德國 最糟糕的是蘇聯 蘇聯還沒夠糟糕 中共比蘇聯更加壞 所以這次 紅太陽731 是真的向全世界波動 他們 是會 危害這個世界 好 這次我們會為 英國 擔心 因為英國暫時也沒有任何行動 接下來 我覺得英國 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當然啦 英國人的體質相對比大陸人好很多 是不是會爆得那麼緊要呢 也未必 我們的擔心呢 我希望我們的擔心是多餘 因為根據體質 根據不同的環境 接下來 逐漸會暖 如果他開放之後 當然啦 英國在1月2月也很冷 也是會下雪的 但是 希望我們憑著這裏的醫療體系 這裏有足夠的藥物 可以頂得住 我們希望 英國 整個歐洲可以頂得住中國的攻勢 不至於大規模的死人 畢竟 入境 好像意大利那樣的青核酸 法國還沒有 法國還沒有對中國人有任何限制 中國的航班 香港的航班有任何限制 當然啦 其實歐洲主要是只有英國有直航 其他全部都要轉機的 去法國 去德國 德國可能也有直航 法國肯定沒有的 所以 我們想 真的 作一個很嚴重的警告 大家 在歐洲的朋友 尤其是英國的朋友 接下來一定要注意防疫 因為 可能病毒 症症症症症的就流進來 而流進來 可能令到 全英國大爆發 又來到一波 我們希望英國大部分人都有這個抗體 都可以頂得住 或者憑著這裏比較優越的先進的醫療體系 而且這裏是透明化 買到藥 也不會那麼容易 就會受到中國式的爆發影響 這個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最不希望就是大陸有新的病毒 有不同的品種 一直加下來 現在 大家都看到他們那種病毒 不是現在的病毒來的 是最原始的病毒來的 所以 根據病理是不可能回回頭的病毒 不能反進化的 這個一定是藏在了 從實驗室拿出來的 一定是 不是自然的東西來的 凡是不是自然的東西 大家就要小心 所以 今年 踏任2023年 我覺得是一個大災難 但是 也有可能是一個契機 因為全世界 當意識到中共 是一個這麼邪惡的政權 可能 真的到最後 兵庸相宴 再來一次八國聯軍 以及全世界 就要聲討你這個魔鬼政權 如果不將共產黨徹底消滅 全人類 都是會面臨一個大浩劫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的網咀 今次會在黑池舉行 我們 1月28日 這個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這次 有個社區會堂給我們進行這次的活動 這次活動 我們是以一個下午查的 簡單的小型查點的形式 去進行的 當然 除了跟網友聚一聚之外 我們也是 會成立一個NGO 主要是 負責幫香港人過渡過來英國 因為很多 初來報導 人生路不熟 而且 在醫食住行 各方面都需要 很多的協助 我們 也會把 跟當地的一些社區組織合作 進行一些 協助 亦有些輔導 例如就業 例如子女的教育 醫療 各方面也會 照顧得到 我們的地址 稍後我們會拍一條短片 放上去 我們的YouTube 還有地址 還有聯絡電話 我們開始時間 是當日下午的兩點半 預計 是去到六點 如果 活動的話題比較多 可能會加到六點半 報名方式可以WhatsApp 英國號碼 7949 859421 是7949 859421 這是合作社的熱線 另外 你們也可以WhatsApp 也是英國號碼 7599 451657 7599 451657 那麼我們 這兩個號碼 大家都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 裡面找得到 大家如果報名 就可以透過這兩個WhatsApp 向我們報名 或者 或者以往在黑池住過的朋友 可以通過阿智來報名 那麼黑池以往我們 過去的年紀 總共有180個家庭 差不多應該超過180個家庭 在我們那裏就暫住過 其實只有180個家庭 也超過200多人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那個社區會堂也是很大的 可以 可以融立到 我想起碼300人都可以融立到 這次的收費是10磅 一個茶點 希望到時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